各位爱多美的家人们 大家下午好 我是Anissa 今年22岁 是马来西亚最年轻的玫瑰大师 请大家多多指教 那今天很开心 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 跟大家分享爱多美的产品 那其实如果你问我 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首要条件就是 要成为爱多美产品的 专业爱用者 那第一个产品 它在韩国的直销行业单品当中 已经连续不是两年 不是三年 而是连续五年都取得 销售量Top1的这个成绩 而且截止2020年9月为止 它已经突破了 马币两亿的这个业绩 而且已经收出了 超过100千盒 给所有爱家人们 那这个产品 到底是什么产品呢 它就是我们的明星产品 Hemohym 为什么这个产品是叫Hemohym呢 它其实是每一个字都有它的意思 OK 但是今天呢 我做了一点功课 就是给大家 如何更加简单地去分享 这个Hemohym 更加容易记得 这个Hemohym的介绍 那大家记得H-I-M H-Y-M H-I-M H-E-S 首先就是代表着我们的 Hemohym i就是代表着我们的 I-M-G-E-D-I-D-I-M M 就是代表着我们的 Mathium 皆さん 所以首先我会先分享 先跟大家分享关于HEMOIM的含义 HEMOIM它是经过8年的时间 相信大家刚才有听到 我们的玫瑰大师Abong有分享到 KERI韩国原子力研究院 对不对 所以在KERI里面 有15个最顶尖的科学家 组成了一个生命科学团队 他们花了总共8年的时间 50亿韩币的投资 才成功地诞生出这一款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我们在吃着的这一个产品HEMOIM 那HEMOIM的意思 首先HEMO代表着HEMOglobin HEMOglobin也代表着我们的红血素 它的工作就是把氧气 输松到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让我们的身体每一颗细胞 都充满了满满的氧气 那接下来的H呢 就是HEMOTOPIOSIS 造血功能 造血功能 我们大部分的人身边都是有两种朋友 第一种是 哎哟 蹲下去拿东西 站起来 他就会跟你讲 阿妮莎 我很晕 我不可以蹲下去拿东西 有没有 那第二种朋友就是 每天睡8个小时 但是他的脸是很苍白的 然后每天都是睡不够的 那他们就非常需要 这个造血功能 那接下来的I IMUME 那相信大家时常都会听到 免疫力 抵抗力这些词对吗 但是HEMOglobin这个产品 它是比较在市场上 比较属于独一无二的一款产品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激活 火化我们的免疫细胞 那首先呢 它是可以帮我们增加这个NK-Cell NK-Cell就代表着 Natural Killer 自然杀手细胞 它是我们身体里面的 其中一个免疫细胞 那我给大家更加容易明白啦 今天我们在一个国家 国家里面是不是有 这个保安 是不是有这个警察 是不是有这个交通警察 甚至有军人 还有特种兵等等的 对不对 那HEMOglobin 这个NK-Cell 它就是我们的飞虎队 特种兵 它会把你们都消灭掉 如果你们是坏人的话 OK 所以在这个非常时期啦 我们一定要照顾好 我们的这个免疫细胞 OK 在接下来呢 它也经过FDA的认证 它是可以增加我们的 这个细胞因子 我们的Sysokine 那Sysokine呢 它是负责在我们的体内哦 是负责所有的细胞的运作 包括调整 包括维持 等等的 OK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immune OK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modulation 我们的M modulation modulation的意思就是 调解 那调解 我时常讲HEMOglymol 有非常重要的三个字 Balanced Immune Cell 调解我们的免疫细胞 那今天大家想象一下 你的面前有一个秤 OK 这个秤呢 如果今天它在你的身体 发现到你的免疫细胞 过高的话呢 它就会 可能会有很多疾病 会产生 就是这个牛皮癬 红斑狼藏症 关节炎 都是因为免疫细胞 过高而导致而成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起到一个 Balanced的作用 把过高的这个免疫细胞 拉到去一个平衡的 一个水平线 OK 那如果免疫细胞过低 相信大家我知道 不是一件好事 对吗 那免疫细胞过低的话 病毒啊 坏菌呢 是非常非常容易 入侵我们的身体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Balanced的工作呢 就是负责 帮你拉到去一个水平 平衡的一个水平线 所以这个就是Hemohym 简单又容易明白 它的整个名字的意思 那我们今天分享了H之后 记得刚才我所说的吗 我们H-I-M嘛 对不对 那I接下来呢 就要知道一下 到底这个Hemohym 有这样子的功效 这样子的功能 它是由什么 ingredient做而成的 就是什么成分做而成的 就是我们的 当归 串雄跟白勺 相信哦 很专业的人都知道 Anissa这个当归 串雄 白勺 明明是四五汤的 这个成分 这个药材 为什么Kerry要用 八年的时间来研发而成哦 当然她有她的道理 她也有她的故事 因为呢 当归哦 很多人都知道很好 但是同时很多人一听到当归都很怕 为什么 因为哦 当归哦 是很热的 所以哦 尤其是我们身边啊 如果介绍到男生的朋友 他一看到当归 他就第一个就是 退几步了 不是退一步 是退几步 你不要叫他一个月吃一次啦 一个月吃一次哦 他都很怕 何况是天天吃 对不对 那哦 我们知道当归对人体是非常好的 但是 未必整个当归对人体都有利 甚至如果我们每一天去服用的话 它对人体是有一定的负担 还有哦 就是会导致我们的干火旺盛 所以如果安妮萨啦 是每一天都是当归的话啦 我觉得你们要离我远远的 OK 所以其实植物本身是好的 但是不是所有的物质都对人体有利 包括有重金属啊 这个农药啊 生物碱等等 这些毒性成分是对人体没有利 不好的 OK 所以我们应该怎样办呢 要怎样把这些不好的物质去掉 所以哦 Kerry就经过了八年的研究 终于他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棒的技术 叫加码放射线技术 那这个加码放射线技术 就在一道光 非常强的光 会把这一个当归的这一个物质哦 分开掉 所有的成分都会被分开掉 分开了之后 它会一个一个一个的去做测试 测试了之后 它会只留下对人体有利的成分 那对人体没有利的成分呢 就去掉 那哦 把人体有利的成分哦 留下来 结合 重新结合在一起 再形成一个全新的复合物 就是我们今天哦 在这里的 这个Hemohim 所以如果今天 你还有朋友来问你 Anissa 我是男人 可以吃当归吗 这个当归 已经不是 你在外面买到的当归 这个当归 是经过了高纯度 萃取技术 才放在一起 拆开再放在一起的一个新的一个复合物 所以绝对不一样 所以大家明白吗 所以那为什么我们这样多种药材里面 那这市场上 市场上 这么多种药材 我们要选择用这三大药材来做呢 当归 串雄 跟白烧 那如果你们了解之后哦 你就会知道 Hemohim 这三大药材缺一不可 这三大药材结合一起 就是一个 perfect match的一个combination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当归这个成分 如果之前你有跟婆婆 你的婆婆 或者是你的妈咪 去药材店买当归的话哦 老板都会问你 小姐 你是要当归头 当归身 还是当归尾啊 对不对 当归头呢 它就可以帮助补血 那当归尾呢 就是当归身 就是帮助养血 那当归尾呢 就是帮助破血 所以如果时常经痛啊 有雨血的人哦 都是需要这个当归尾来帮助的 那如果你是全身的问题哦 那你就当归头 当归身 当归尾 全部都用 就对了 OK 所以哦 我们都知道 当归本身是非常有这个 调气补血的功效的 只是它也有这个 扩张血管的功效 那让我们全身的身体哦 这个血液流通非常好 OK 所以我给大家做一个比喻 如果今天安妮萨六点 放工回家 weekday的时候啊 就是没有假期的时候 六点放工回家 大家觉得我驾着车 会不会塞在大马路上 塞在highway 这样塞着车 我的车会不会走一下 动一下 走一下 动一下 走一下 停两下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哦 如果我们的这个血管啊 也像我们的highway这样阻塞哦 我们的血没有办法 很好地去流通 那如果今天 那个当归 有这样子的一个功效的话 那很像有一个英雄哦 一个美少男 或者美少女哦 帮安妮萨来开路的话啦 我这个highway 是不是顺顺这样子过 那当归 就很像这个hero这样子 就很像英雄这样子 帮我在我的highway当中 在我血管的highway当中开路 让我的血液循环到更流通 所以如果你身边哦 有长辈是时常腰酸 被痛的人啊 这一个hemohem 是可以帮到他们的 OK 所以接下来 穿雄 穿雄我们的第二个成分呢 是最出名哦 是头痛的 而且它同时也是 我们血中最好的气药 那如果今天你有血 但是你不够气 你怎样把你的这个血哦 带到去你的身体的全身呢 是很难的 对不对 所以当归跟穿雄配合起来哦 他们是好朋友 perfect match来的 OK 所以有一句话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哦 大家可以记起来哦 以后跟你们的朋友分享 就是我们做一个 预防肾瘀治疗的一个动作 OK 这句话叫做哦 气痛 血痛 满面春风 气不通 血不通 就等着中风 那一人中风呢 全家就发疯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 预防肾瘀治疗 所以呢 这个穿雄就有这样子的一个 呃 补气的这一个功效 OK 所以它同时也有这个 去风止痛 去湿气的这个功效 所以如果时常有脚痛哦 我相信哦 我们身边哦 有一些长辈都是时常 complain哦 它的脚痛的嘛 对不对 所以哦 Helmohim 可以给他们一个很棒的 这个改善 那接下来 另外一个combination 我们第三个成分哦 也就是我们的 白勺 白勺的功能就是可以帮助我们 保护肝脏 借肝火 我的朋友 多数都是跟我同一个年龄 就是二十多岁 三十岁左右 那这些朋友哦 时常我介绍他们吃Helmohim之后 他们吃了一个星期里面哦 他们肯定call我 问我 Anissa 这个 这个Helmohim哦 不是可以倒血的吗 不是 吃了会很精神的吗 为什么我吃了哦 很想睡觉 那我应该怎么办 OK 这个时候哦 你就要跟他讲 这样你就去睡咯 OK 所以为什么通常哦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症状 原因是他们长期哦 就是没有休息够 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哦 还年轻 年轻就是本钱 但是哦 现在已经不是这一个story 不是这一个故事 不管今天你是什么年龄 你都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 很好的 良好的 这个生活的作息 OK 所以这个时候哦 他就需要时间 如果你的身体是长期过劳 不够休息 的话 这个时候呢 你就需要时间去休息 去睡觉 这样哦 Helmohim才可以帮助你 做一个很好的 教理跟修复的功能 明白吗 接下来就是第三个 M OK 我今天哦 是科学家 药剂师 医生 或者营养师 他们要找资料的话 他们会去到哪里找呢 他们会去到一个网站 叫PubMed PubMed MED 这个PubMed的这个网站 那哦 刚刚在我三年前 认识 Helmohim的时候啦 我有看过 PubMed的这些文章 这些论文 医学论文 那时候 总共只有 13篇论文 那个时候 我已经觉得 非常的了不起 非常的厉害 因为这些都是 医生啊 博士 所写的论文 但是到今天为止 它总共哦 已经有16篇论文哦 关于Helmohim这个产品 当中有包括 我们的呼吸管道 我们的这个肠胃 我们的这个软巢 我们的抗肥胖 抗肿瘤 还有这个免疫力的 这个等等的 这个医学论文 那如果大家哦 想要更加详细的 去读这些论文 或者更加详细的知道哦 这个每一篇论文里面 是写什么 大家可以去到 这个PubMed的网站 在上面哦 搜索Helmohim 你就可以有时间 去读每一篇论文啦 大家可以吗 OK 所以大家记得哦 H.I.M.要怎样分享了 对不对 Helmohim ingredient 成分 跟这个Medical Journal 医学论文 OK 所以我讲到 这样好这个产品哦 这个时候你一定会想 Anissa 这个我可以吃嘛 我的妈妈可以吃嘛 我的孩子可以吃嘛 对不对 所以哦 在Helmohim 我们爱多美的官方网站 有讲到 建议饮用者 当中包括了运动员 家庭主妇 上班族 考生 还有老年人 OK 所以其实啦 是全部人都可以吃的 我可以说 市场上 就是 90%的人哦 都可以吃这个Helmohim 那什么人不可以吃呢 6岁以下的 不建议吃 怀着孕的 也不建议吃 那如果你真的 真的很想吃哦 怎样办呢 就需要去 咨询 医生专业的 这个建议 OK 其实呢 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吃 除了刚才我所说的 那些 要需要去 咨询专业意见的 这个就是我们Helmohim 适合的人群 OK 那接下来呢 Helmohim 从2009年 我们公司开业的时候 到今天 2020年哦 大家知道 我们做了一个什么 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改变吗 从2009年开始 一盒Helmohim啦 它只有区区的 30包 就是说我一天哦 吃两包的话 我一盒 我一个月 是需要两盒的分量 就是这样子 一个月吃两包 可是从2009年 到现在2020年哦 连续11年来 我们的Helmohim 从30包 提升到去48包 到54包 到今天你看 一大盒 60包 有60包 这样子的一个包装耶 可是哦 在这11年来啦 如果今天老板哦 要起价 可以吗 可以对不对 我起一倍哦 都不过分 对不对 因为我的那个数量 已经起了一倍 但是今天哦 很骄傲 很开心地告诉大家 爱多美就有这一个 加量不加价的 这个文化 从一开始的30包 到今天的60包 我们依然是卖着 一盒390块马币耶 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公司 一个掌机身 OK 所以再来就是 我们的Helmohim 就是也得到这个Hala Certificate 所以呢 我们身边啊 如果啊 有这个 有族同胞啊 有这个马来同胞啊 他们想要服用哦 想要吃这个Helmohim 也是可以安心地去吃 OK 所以今天呢 这个Helmohim的分享呢 就到此结束 大家记得 H-I-M 你就记得 怎样去分享Helmohim了 OK H-I-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